哎呦我说大家好居家隔离第18天 政府终于给我们小区发菜了 发的啥 首先一包挂面 一根胡萝卜补充维生素C 两根两颗芹菜 这么多这个小番茄 然后这些小鸡腿 两颗生菜 OK 就发了这么多东西 最近因为隔离的时间也比较久了啊 因为是所有的地方全部都隔离了 外卖也点不到 然后呢这个 一些买菜平台也抢不到菜 所以前两天家里已经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鱼粮了 那这一波政府的补给还是非常给力的呀 虽然菜不多 不过也可以吃两天了 因为 好久都没有见过新鲜的蔬菜了 买菜平台嘛 每天早上六点半 包括八点半啊 非常多这个买菜平台来回切换都抢不到菜 也没办法 所以说政府的这波补给还是非常给力的 那今天4月1号本来是普通解封的日子 但是呢因为 呃大部分的这个街道和城镇 啊都是拥有这个阳性确诊病例的 所以还是要继续管控 那今天普西也正式封禁起来了 所以 接下来的话 这个防疫的一场攻坚战还是要持续进行的 啊也希望上海能够早日解封 早日度过这波疫情 ok下期再见 拜拜